大家好 我小马 最近我又开始在西瓜视频或者bdbd上面发表视频呢 这也就是为什么上次那个叔叔打电话叫我删除视频的原因 可能就是因为我发表在上面的视频 被他们看到了吧 所以他就半夜打个电话叫我把那个视频给删掉了 那至于我为什么最近又在上面发表视频的呢 我觉得也是 跟自己类型达成了一个和解吧 之前我之所以不想在上面发表视频 是因为我发表的视频他总是 嗯 总能找到一些理由把你的视频给锁定 或者说有审核 然后我就不不太想在那边发表视频了 主要还是因为我的手机最近没有内存了 上次出发香港之前 我特意把这个手机清抵了60多个机的内存出来 到后面都拍满了 但是回来了之后 我那些视频也没有舍得删掉 所以导致整个手机的内存有点吃紧了 所以最近我就打算把 视频发表到了bdbd或者西瓜视频上面 然后就把手机里面的内存给控出来 这也就是我为什么最近开始在 西瓜视频或者bdbd上面发表视频的原因 把视频发表在bdbd或者西瓜视频上也不奢望他能赚多少钱吧 主要是想把手机的内存给清理一下 我就把它当成一个手机网络云盘了 反正视频发上去了 我有就不怎么管他了 肯定还是有一些人非好奇 你发在上面到底能赚多少钱 上次好像正好有个网友问到我了 反正就是 一万播放 几块钱吗 或者最多10块钱的样子 运气好播放多一点的话 会有个十多块钱吧 主要还是我想把手机的内存清理一下 手机现在内存越来越少了 如果不清理 导致我后面 如果要记录一些影片的话 都没有内存了 不太好搞 最近搞得我很烦啊 这个手机内存 马上要降温了 赶紧洗衣服 要不能过两年降温了 水太冰冷了 更加不敢下手了 就是用脚踩 现在用洗液泡了半个小时 然后再用脚踩 他的三次差不多了 朋友们这个平底锅买了 用了两三年了 这上面都起了个黑色的东西了 也不好刮掉 最近我在网上买了一个这个 去除这个黑色的够的 来试一下 看有没有效果 然后把这个 倒上去 他没有告诉我怎么使用的 条件有限 就不使用胶手套了 直接 开干 哇 这个和那个什么 沐浴露一样的颜色 买一瓶这个5块多钱 现在把它 塞到这个保鲜膜里面去 ok ok 等过两天再过来看一下效果怎么样 在永和大王好羊毛下了一个 小份卤肉饭的套餐 16块钱 10副的是9块9还是10副7块9啊 我份卤肉拌饭 套餐 一碗卤肉饭还有一个蒸蛋 这个感觉应该是半成品吧 微波炉加了一下 两碗都没有 这搞什么东东 现在的快餐 连碗都不舍得用了 用这种一次性的这种 什么盒子装的 哇 真的一股之 冬夜的味道 绝对是半成品 吃一下看 吃一碗 太滑了这个蛋 没有什么鸡蛋味道 抱着抱着 没什么鸡蛋味道 靠北要永和大王的出品怎么全是那种半成品的预制菜啊 真的是难吃的要命啊 拉黑了拉黑了不会再去永和大王了 真的太难吃了 说实话这种预制菜 就是试掉 真的是试掉 但是有的预制菜会好吃一点 虽然是好 好一点的试掉吧 但是永和大王这种预制菜真的难吃 没有 一股之工业的味道 吃的太难受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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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一天 你手机枪要离去 我会迷失我自己 在我变远魂里 不要什么道言 只要今天在一起 我不能迟疑 别的回忆不想起 任时光操纵流起我 只在鼓励 心肝情愿看了一道气息 不想起来 哪里偷偷记忆 不知道有没有效果 把它拿出来看一下 不太好操作 等我把它洗一下 好像作用不大 等我用一个清洁球刷一下 看能不能刷掉这个 刚才刷了半个小时 把手都刷拴了 根本就没有视频里面那种效果 视频里面那是涂了这一层东西 然后轻轻刷一下就刷下来了 等下次我再买个清洁球刷一下 看能不能好一点吧 反正这两天也没做饭 你们可能看我自己煮菜很少吃米饭 那是因为我之前的电饭堡坏掉了 然后一直没有买电饭堡 所以自己做菜的话 就不怎么吃米饭了 一般都是吃什么面条啊 或者煮一点什么其他的 吃一下就行了 然后那个锅子用了比较久了 下面有一层那个污垢 所以导致他放在那个电磁炉上也不是很平坦 然后有的时候还那个电磁炉一下 煮着煮着就没火了 不知道什么鬼原因 所以这次把它锅子给清底下 到时候再买个电话宝来吧 还是买了好久的米都没有吃完 买个电话宝来把它鲜米给消化了 那好吧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支持 拜拜 拜拜